唐宇声称,首持将预言数百张不良照片、影片,更豪言把愿见。 互联网内地体操奥运金牌得主将预言,被指当第三者抢走好友老公。 男主角日前才爆料指,是其他性妻子猪鬼的先。 不过,之前多次爆料的博主,海洋律师LVW,前日竟将一次将预言与秦夫床照上在微博,又贴出一张电脑放汗的截图,声称里面全是将预言的偷情,作聊,及大尺度四处自拍短片。 他又指称,原配早已手持大量将预言与秦夫偷情证据,只是秦夫一直拒绝离婚。 一次将预言与秦夫的照片,流出海洋律师LVW表示,两年前已收缘配唐女委托为她办理离婚。 但唐女的丈夫却想尽办法拒绝,先是执意要分唐女的财产,之后又收给她钱也不离婚,托都托死你。 唐女随后才发现,原来是第三者在背后之室。 海洋律师LVW又指,唐女两年前已逐渐在床,在第三者租住的。 北京市七颗X公寓内,目击秦夫睡在将预言的床上。 第三者竟领执气壮,说她两人没有做任何事情,还表示要告唐女,一度动手打她。 随后又到处造谣。 海洋律师LVW还透露,唐女手上有几百张第三者的不雅照片,包括在其家中拍摄的裸照,调情及大尺度不雅照片,甚至有大量其夫与第三者的性爱短片。 海洋律师LVW强调,眼关偷情证据一交法院,并带唐女向其夫及第三者说,我们法院见。 最后,唐女孩透过海洋律师LVW表示,其夫过去曾与多人发生性关系,在其陕西西安家中洗手间,是房均有偷拍镜头拍下各种女人的不雅短片,并特别向第三者示威。 小三,你也只是其中一人,被拍过的女人之一。